美国和欧盟星期二在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 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在关押期间死亡感到震惊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二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上 罕有的出现针对中国的批评 星期三中国外交部作出回应 发言人洪磊说 在人权理事会内 一些国家无视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重大进展 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恒加指责 这是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实行双重标准的体现 中方坚决反对 去年六月曹顺利和数十名在北京的上访民众 在北京外交部外静坐肃营请愿 要求依照国际惯例让弱势群体参与撰写 提交联合国审议的中国国家人权报告 屡次遭到警方清场引起了国际关注 去年十月份他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正式逮捕 在人权理事会辩论期间 中国代表对批评做出回应 说曹顺利因为换肺结核而在医院病逝 并说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三的例行新闻会上 也做出了类似的辩护 美国代表彼得莫瑞在辩论期间说 中国越来越多的是用拘押强制失踪 以及法外拘押等手段来对付活动人士 他专门列举了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 法律学者许志勇和宣扬和平促进少数民族权益的 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被关押的案例 美国欧盟和国际人权组织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这两名异议人士 VOA卫视新闻报道